11月5日,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开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习近平在演讲中说 一年前,我们在这里成功举办了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今天,更多朋友如约而至 本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延续新时代共享未来的主题 相信各位朋友都能诚信而来,满意而归 习近平说,首届进博会上 中国宣布了扩大对外开放的五方面举措 对上海提出了三点进一步开放的要求 一年来,这些开放措施已经基本落实 习近平宣布了中国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五方面措施 第一,继续扩大市场开放 第二,继续完善开放格局 第三,继续优化营商环境 第四,继续深化多双边合作 第五,继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于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 本届进博会包括展会和论坛两个部分 展会部分 本届进博会企业展和国家展总面积36万平方米 展览总面积比上一届多6万平方米 其中,国家展总展览面积3万平方米 共有包括中国在内的64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参展 企业展总展览面积33万平方米 来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 论坛方面 第二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主题为开放创新、合作共赢 由开幕式主论坛和五场分论坛组成 预计有4000多名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商学界和国际组织代表与会 共商共义、共写难题、共谋发展 为世界经济重换生机建言献策 与此同时 展会期间各类配套活动超过300场 增进国内外经济文化交流 18个省区市将举办140多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中华老字号交流展示活动 进博会及展览、交易、论坛、人文、外交等活动于一体 综合一出效应不断放大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